哈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之前的up主教大家如何快速升到30级然后453的专等 那么呢 首先的up主是从vip封测啊 就是parallet beta基因测试 再到tts测试 然后再到open beta公开测试 然后在于11号晚上9点 然后预备开放了中级版的提前有玩的资格 然后不到了一天时间12号我就满节的30级 其实呢 你们可以不用像我这么干的 我是从11号游戏发售之初 就天天干和朋友一起组队玩 这些老朋友呢 有的是全境封锁1的老玩家 有的是也一起参加过beta封测的 然后有很多经验的 所以说我们就把那个beta封测的经验搬到正式辅上了 就很快的升级了 11号到12号不用一天的时间就升级了 然后呢 如果你是全境封锁1的老玩家 想要来玩全境封锁2 或者说是你一些新进的门星 你想快速升级 然后呢 你就可以让我们这些453的小门星啊 然后带你们去你们的世界 而不是你们来我的世界 因为我们的世界是世界分界4 难度还是很高的 然后如果我们去你的没有30级的世界 我们打敌人是很轻松的 基本上都是一级必杀 当然呢 我并不是很推荐速成这种方法 因为速成的话 你会失去很多游戏的乐趣 然后呢 也不能足够的了解这款游戏 因为你这样速成的话 基本上都是滑水 然后则是混个经验 然后到了30级 你很多地方都是并不是很明白 对不对 然后玩起来并不是很懂 其实呢 速成呢 对于全境封锁的老玩家 或者说全境封锁2 你想开个新的角色 新的号来练集 来扩充背包还是可以的 如果你不想感染那么累的话 然后你就去匹配楼去群里啊 问一下有没有什么400多分的大佬 我愿意带你加进你的队伍 让他来打你在旁边滑水喊666就好了 是不是 然后呢 他带你升级的时候掉落的188分的装备 或者说250分的装备 然后让他分享给你 然后你30级的时候就直接可以穿上了 就很不错了 把他不要的东西分享给你 这就是快速升级的好方法 你可以看到我血条上面呢 有蓝色的装甲 对不对 那个是天赋吸血天赋来的加额外的装甲值 然后我的血是非常厚的 而不是 是我的装甲值是非常厚的 这代呢 装甲比血量会重要很多 然后可能这个方法对于你来说不是最快的 也要干 也要别人花时间带你 不过这个是目前来说 我是觉得是最好的方式 最快的方式呢 带你到上司机 然后呢 带你到世界分界一 世界分界二 然后来速刷装备主啊 分数更高一点 不过对于高等级的我们来说 我们带你升级 然后做完这个任务的话 我们是不会获得任何经验值结算的 我们只会获得一些不要的装备主 给拆了卖了或者说送给你 然后我们主要的经验值还是刹底获得的经验值可以加精通实战巷子 那么呢 现在呢 还是3月16号昨天才刚发售的游戏 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唯一升级快的方法 如果呢 后续我发现了更多升级的好方法 然后我会更新视频的啊 出新的视频分享给大家经验 那么呢 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一笔收藏分享啊 加订阅 获取更多的群进封锁二的视频 公所恶的视频